我从13岁开始吸食Ketamine 对我最严重的伤害就是 血尿 血块 剩下10cc的尿量 我也包了将近快4年的尿布 说起吸毒 像是生命三药素一般的自然又理直气壮 他是亚寒 Ketamine重度吸食者 问他吸毒到底带给你什么呢 没有剩很多了 就大概就剩这种 这种我之前是整件的是睡觉船的 垂根直尿布 对 我已经到不敢喝水 没有喝水的情况下还是有尿 你就觉得尿完了 可是你等一下回去坐下来又想尿了 之前算过如果以一天次数最少要100多次 因为Ketamine导致亚寒的膀胱出血 原本膀胱容量400cc 现在只剩下10cc 那血块多大 多大 就我记得有需要 之前有尿布出来用手拉 尿要到尿到口那一段时 那个过程很痛 就其实是好像刀在割的那种感觉 即使只是到旁边的公园走走 还是得带着尿布背着 我都是用手电筒 看着她的鼻孔 看了有没有摆一摆 就这样一直翻 一直翻 然后棉花放直接挖很大力这样 我们询问了亚寒妈妈 有没有女儿以前拉开瘦到36公斤的照片 瘦到真的是不像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痛的回忆 很痛的回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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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把那些相片都删掉了 亚寒妈妈决定大意灭亲 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 对啊 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子才是 对它是最好的 K他命属于麻醉药品 长期吸食会使脑部受到永久性伤害 膀胱纤维化 终身包着尿布 而法务部却只将K他命 列为三级毒品 吸食被捕 不虚乐戒 绝对上那六个小时毒品课程 只是让你更认识更多药头 好紧张喔 不要紧张 好痛喔 今天 我们要先测一下你的鱼尿 我们再从刚才放进去一根管子 有点不舒服 这是每两个月要做一次的尿液动力测验 看看手术之后的膀胱解尿状况 那个我们目前没有很好的治疗 可以完全让它这个纤维化完全恢复 那是有考虑要切除吗 有 如果它再恶化下去的话 密尿科诊监前 在一堆尿失禁长者当中 亚寒显得很突一 我会后悔 我现在很后悔 其实我觉得是信任 就是人家对你的信任 跟人家看你的那种眼光 其实就 我觉得就是得不到一种 被肯定的感觉 没有跌倒 哪知成长的可贵 现在的亚寒 很清楚心头影还在 决定骑满之后 继续留在戒毒公寓 报答教会的辅导师资格 过去荒唐时 升华为内运力量 期待当上戒毒公寓老师 告诉学员们 他是这样走过来的